嗨大家好,我是苏苏 今天我们来看科幻恐怖电影《死亡录像》 身为熟睡时分节目记者的安吉拉 按照电台的要求 准备为当地的消防员拍摄一部纪录片 起初的采访十分无聊 安吉拉只能强达起精神 尽量拍摄一些观众可能感兴趣的素材 可就在安吉拉与消防队员们一起打球消磨时间时 出警的警铃突然响起 消防员马努等人立刻枕装待发 前往了事发地点 而由于不是火警 消防队并没有全员出动 只有亚历克斯、马努以及驾驶员三人出警 众人来到出事的老旧公寓后 发现公寓内的住户都聚集在楼下 提前一步赶到此地的警方告诉马努等人 深夜入睡的住户们突然听到了恐怖的惨叫声 在发现声音来自一位寡居的老太太后 住户们便赶忙报了警 消防员则很快利用工具打开了房门 可让众人惊讶的是 走廊镜头的老妇人只是呆呆地站在黑暗之中 她浑身是血 还时不时地轻微抽搐 警察见状便赶忙呼叫救护车支援 但这时 刚刚还投入低垂的老妇人突然暴走 并开始撕咬中年警察的脖子 全程跟踪拍摄的安吉拉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 而周围的消防员见状赶忙上前将两人分开 可就在众人好不容易将中年警察抬下楼后 聚集在大厅内的住户却告诉他们 公寓楼的大门已被封锁 官方的举动让麻努等人十分迷茫 他们大声呼喊 希望楼外的警务人员能打开大门救人 可对方却用高音喇叭通知他们 由于突发的公共卫生危机 这栋公寓楼已被防疫局彻底封锁 而眼看中年警察失血过多并陷入了昏迷 众人便更加的躁动不安 混乱之下 年轻警官希望安吉拉停止拍摄 但安吉拉却认为 民众有权知道楼内究竟发生了什么 于是在其余住户的支持下 安吉拉便让摄影师继续拍摄 此时消防员麻努看到了一旁通向纺织场的卷帘门 于是她准备强行破开卷帘门带着众人离开 可就在这时 原本在楼上看护老太太的亚历克斯突然从高空坠下 而她的脸上竟然有被人咬伤的痕迹 眼看队友不省人事 楼上又传来了刺耳的尖叫声 麻努随即便与年轻警官上楼查探 而好奇的安吉拉也带着摄像师追了上去 可晚到一步的他们却看到一个女人突然冲了过来 并随即倒地而亡 紧接着 陷入疯狂的老太太也冲向了众人 警官示警无效后只能开枪将她击杀 而为了让两名伤者能及时得到救援 麻努等人又在公寓管理员古雷姆的带领下 来到了一个隐秘的出口 只是让众人意外的是 即便是这里也早已被防疫部门封锁 对方一边劝说众人冷静配合 一边用巨大的塑料布将出口覆盖 政府部门一直遮遮掩掩的做法 让身为记者的安吉拉十分气愤 于是在面对警官的警告时 他又忍不住与其对抗了起来 警官则被激怒 他拿出了手枪 警告众人必须服从命令退回大厅 害怕出事的麻努只能一边安抚警官 一边将安吉拉等人劝回了大厅 而眼看伤者的情况愈发地严重起来 身为实习医生的古雷姆 便尽力为伤者经营了简单的处理 安吉拉此时也恢复了冷静 他没有闲着 而是开始逐一采访楼内的住户 希望借此还原整个事件的经过 但是让他意外的是 即便是住在公寓里的住户 也不知道楼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幸好在胶着的等待过后 政府派来的检察员 终于穿过重重防护走了进来 他一眼便看到了 正在拍摄的安吉拉等人 于是被再次警告的安吉拉 只能洋装配合 暂停了拍摄 可安吉拉并没有放弃 他随即又尾随检察员 前往了暂时安放两位伤员的纺织间 并让摄影师将摄像机架设在了天窗开启的缝隙处 两人这才发现 检察员竟然命令马努和警官 将陷入昏迷的伤员靠在床上 可就在他们行动时 原本昏迷的中年警察突然爆起 紧接着 亚历克斯也变得疯狂起来 他瞬间就咬伤了毫无防备的古雷姆 检察员健壮赶忙带着众人退出了房间 并将玻璃门锁了起来 安吉拉本想让检察员放出被咬的古雷姆 但检察员却告诉他们 只要被咬 病毒便能通过唾液传播 眼看并发的古雷姆撞碎了门上的玻璃 众人这才迅速逃往大厅 并拉上了卷帘门 暂时安全后 大家又开始逼迫检察员说出实情 无奈之下 检察员便将真相说了出来 原来 当晚检疫部门接到了一家宠物医院的报告 他们收治了一只生病的疯狗 疯狗不但咬死了宠物店的所有宠物 还咬伤了宠物店的工作人员 通过宠物的登记信息 他们这才找到了这栋公寓 并认为病毒源就在楼内 安吉拉听闻则想起小女孩詹妮芙曾经说过 她的爱犬由于发疯被送往了宠物医院 于是众人齐齐望向了一直高烧不退的詹妮芙 就在詹妮芙的母亲试图向大家解释之际 小女孩突然大叫一声咬伤了母亲 并迅速逃向了二楼 检察员见状 便先让众人将詹妮芙的母亲扣了起来 然后又命令警官和马努前去查看逃跑的小女孩 可让众人震惊的是 之前被击毙的老太太竟然离奇消失 而小女孩则神情诡异地站在走廊的拐角处 警官本想安抚小女孩 但詹妮芙却趁警官不备 突然扑到了她的身上 而眼看自己遭到了感染 警官便紧紧抱住小女孩 并催促众人离开 但马努刚一转身 就遇到了之前消失的老妇人 幸好马努反应敏捷 让老妇人打倒在地 随后众人跑出屋子并锁紧了大门 可就在他们跑向大厅时 大厅内的住户却开始往楼上逃跑 原来 之前他们所在坊之间的三个变异者 已经冲到了卷帘门旁 并即将冲破卷帘门这个防线 虽然马努想要尽力将卷帘门合上 但她根本不是三个变异者的对手 而由于检察员慌乱之下 丢失了手铐的钥匙 于是马努只能丢下小女孩的母亲 并拽着试图救援的安吉拉逃离了大厅 跑上楼的几人躲进了住户西萨的家中 但他们很快发现 检察员竟然将自己锁在了浴室内 原来 在刚才逃跑的过程中 她已经被感染者咬伤 无奈之下 众人只能另想办法逃跑 可就在西萨告诉马努逃生的路线时 检察员突然变异 并咬向了大意的西萨 马努健壮只能带着安吉拉等人逃了出去 可要前往西萨所说的逃生通道 就必须拿到仓库的钥匙 而那串钥匙就在管理员古雷姆的房间 于是他们首先前往大厅查看古雷姆的邮箱 以此确定她的住址 可就在几人准备前往古雷姆的住所时 被扣在楼梯上的女人突然变异 众人只能迅速绕过她朝楼上跑去 可变异的居民越来越多 冲在最前面的安吉拉很快就陷入了危险之中 而为了保护安吉拉 马努不幸被感染者咬伤 但即便如此 她还是拿着锤子把安吉拉破开了古雷姆家的大门 而安吉拉则迅速找到了管理员的那串钥匙 可就在她与摄影师准备离开时 变异的马努以及其他人便嘶吼着冲了上来 无奈之下 幸存的两人只能逃往了顶层的阁楼 在阁楼内 两人借助摄影机上昏暗的灯光 发现墙上贴满了各种旧报纸 上面记录着一个葡萄牙少女的失踪案 而安吉拉随即又翻看了房间内的实验笔记和照片 并听到了录音机里的研究记录 此时两人才得知 失踪的葡萄牙少女实际上是被教廷中的牧师所绑架 她最先从少女身上发现了这种病毒 并想偷偷开发出可以治疗病毒的疫苗 可让牧师没有想到的是 疫苗竟然中途变异成了更难控制的病毒 无奈之下 她只能将实验室废弃 并将少女彻底封存在了阁楼内 而安吉拉也随即意识到 正是少女感染了詹妮芙的小狗 可就在两人在阁楼内摸索时 天花板上的隔板突然弹开 摄影师本想利用摄像机上昏暗的灯光 查看上面的情况 结果却被一个怪物打碎了摄像机上的光源 两人也瞬间陷入了黑暗之中 而在安吉拉惊恐的呼唤下 摄影师又打开了摄像机上的夜视模式 她透过幽绿色的镜头 看到了走廊镜头的怪物 她无法想象 曾经的美丽少女竟然变成了散发着死亡气息的恐怖存在 而由于怪物很快就发现了两人 于是为了保护安吉拉 摄影师便挺身而出 可她根本不是怪物的对手 随即就被扑倒在地 而安吉拉则在黑暗中不断摸索 试图找到掉在地上的摄像机 此时摄像机依然没有停止拍摄 在悠悠的绿光下 镜头前的安吉拉恐惧无比 并随即被怪物拖进了黑暗之中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点赞评论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